柯文哲他講說不要整天喊口號 重點是執行力 代表說好像他自己覺得自己執行力很厲害 可是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前一段討論的 台北市的秘書處 大家知道現在編制是164人 是超高的 如果你執行力強的話 你應該一個人可以做三個人事吧 你現在為什麼那麼多人在做同樣的事情 你以後有變多嗎 我跟大家講我們新北市人比台北市多吧 台北市的人是越來越少 我們新北市大概400萬左右 我們的秘書處的人比他們的還少 他們編制164人 我們才135人 那預算原額是103人 實際上是90人 實際上才90人 因為通常預算原額不會聘到滿 所以會有實際的聘用狀況 你是因為人不夠 所以那個電話都一直打不通 所以才會恩恩愛那件事情 才會發生 秘書處 你講是會選舉 對對對 那我們一樣同樣是六個科 一樣也是六個科 所以同樣的科科士的數量 為什麼你人那麼多 他講說因為什麼副秘書長 什麼人要做專案 為什麼副秘書長做專案 那你原來人是要幹嘛 所以這個是管理的問題 那所以管理上 動員很多 對 所以你柯文哲 你要跟人家講 他專案才好去酬用 按插他要酬用 所以他有很多人情要放 那這又不是人執行的問題 第二個我們講說執行 執行要依法行政 你現在台北市政府有守法 黃珊珊跑去參加華南市場的活動 然後這個他他說 沒有回來看老朋友 然後那個自治會講說 什麼因為這個華南市場 這個活動是黃珊珊在副市場的時候辦的 所以邀他回來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黃珊珊他可以用這個名義 去所有人家不能去的地方 因為他之前是副市長 對不對 所有地方都可以去 別人都可以不會去 我覺得這樣說法 本來就違反行政中立 然後而且 而且那個議員去質詢說 這麼違反行政中立 本來就是議員的職責 就是去監督市政府 那怎麼會議員去監督市政府 議員還要被罵機場鳥肚 那以後誰敢講事情 因為只要一講事情 就會被罵 那所以我覺得民眾黨 柯文哲的問題就是 剛剛其實大家都講 就是說 他們都把一些不能做的事情 視為理所當然 而且他們做的這些不能做的事情 他都用這個標準去罵別人 你們以前藍綠都沒有行政中立 藍綠都耐用市府資源 什麼寄生市府 如何如何 但他現在自己都在做 民眾黨型其他黨都不行 就變成說 他把那個市場獨佔了 你們都他把大家全部都推出去 就自己獨佔了這個違法的市場 那你告訴我說 你執行力很強 你都走在法律邊緣 然後你都跨越法律的規定 你告訴我你執行力 然後又怎樣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所以你現在開始回答 我剛剛問你的問題 曹欣誠的 曹欣誠怎麼了 曹欣誠表態支持陳時中 會不會對於你們這個 不管是講Y安 或者是藍綠來講 其實有可能會左右 整個撒卡都的 不會 因為曹欣誠表態 曹欣誠也只有一票 我覺得重點就是 誰都不會撿 因為他本來就已經表態 支持陳時中了 沒差 所以我覺得關鍵還是 就是每一個候選人 自己去爭取大家的認同 那像剛剛大家講那個陳時中 那個偷窺那個部分 你不要再轉移了 那你們抗中保臺 人家那個蔣萬安 今天人家問他抗中保臺 都沒什麼說話 都謝謝謝謝 因為他本來心中就抗中保臺 不需要再多說話 就是我們保臺 我們就是要保臺 但是你們不敢抗中對不對 沒有沒有 就是我們是希望合中 我覺得大家都是想要保臺 但是大家可以討論說 大家保臺的方法 就是說不需要 像我其實我個人覺得 去簽那個什麼 什麼拒絕投降承諾書 是有點無聊 好像是說你有簽 你才是不投降 你不簽你就是投降 我覺得沒有必要這樣分化 我們心裡 我們大家都是不可能投降的 大家都是愛臺灣的 但是有沒有簽起這個形式 但是硬要把它變成一個儀式感 就會覺得有點操作 但是你簽了中國會不爽 所以怕中國不爽的人就會不敢 對啊 不會 我就講 我們絕對不會投房 這什麼好不敢講 簽跟講是一樣的意思 余曉老師 你認為曹新成這個表態的行為 他欣賞陳時中 而且希望其他的參選人都可以表態 到底要不要抗中保臺 很有趣 你發現蔣萬安是說什麼中華民國 但始終不敢講到抗中的部分 黃申申說我本來就保臺 我們全家人都軍人 我們本來就保臺 還是沒有講抗中的部分 所以你會不會發現 其實這有可能 會對於年底的沙喀多的選情 產生影響性 我們在把標的限縮 有人說是抗中保臺 那抗共保臺總可以了吧 中華人民共和國跟中國共產黨 還是有一線之隔 雖然是以黨領政 但是我們把它限縮 共產黨是邪惡的 中國人民是無辜的 這樣總可以了吧 這也是以前川普的主張 限縮的標的更嚴謹 那再來問一下國民黨 和民眾黨的朋友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 就是它是一個形式 但是更重要的地方是 它代表是你的立場跟態度 如果你連這個形式 你都說 我中毒 或是我們很愛台灣 那很簡單 雖然台灣是言論自由 我們都尊重每個人的選擇 那柯文哲呢 比國民黨更過分的地方在哪裡 你可以不簽嘛 但你不能更小 等太多了嗎 或是用上對下的口吻 對議員 對林隱孟這樣咆哮嘛 還說什麼 他多無知 雖然這個新聞已經討論很久了 你叫我練軍隊是要我當軍閥 是不是 我們講的是民防 地方縣市首長 就是民防 最高的指揮官 誰要你去訓練軍隊啊 他這個代表是什麼 是無知 第三個 我就像原字一樣 我不像原字一樣 閃躲問題 他說曹新城就只有一票 是啦 他是只有一票 但是呢 他未為成為一個社會運動 跟一個很重要的 三件事情嘛 第一個事情 簽所謂不投降聲明書嘛 第二個是 要訓練三百萬的黑熊勇士嘛 也就是黑熊計畫 希望借重俄乌戰士的教訓 激起我們全民心防跟國防 這很重要嘛 也就是說面臨中國的威脅 要全民皆兵 全民皆兵的概念是什麼呢 後勤後背動員 跟民防呢 可以跟呢 閒線的國防做銜接嘛 這不是口號 這是個事實 這是個現實嘛 更不要說要訓練三十萬的神槍手 我聽了也很心動啊 什麼意思呢 雖然我已經到廚藝年齡了 但是呢 我如果有機會 我也想去報名那個三十萬 甚至呢 我跟很多朋友 都想去報名那個無人機飛手 那像駕訓班一樣 是可以考執照的 三個月之內呢 你就可以駕駛 不同形式的無人機 我們都知道 無人機在俄乌戰爭之中 扮演什麼樣的主導角色嘛 那最後還是要回過來 我尊重所有人 在這件事情上要不要表態 但我強調 你不簽沒關係 你不能反科爾為主 柯文哲除了是國防白癡之外呢 還是歷史文盲 曹新成怎麼會 怎麼會說這些黑熊計畫 或是三十萬的這些神槍手 他用什麼來形容 他說這個義和團啊 這就像八國聯軍嘛 請問面對中國的威脅 你做了什麼 你會講兩億家傾嘛 最後的結論是什麼 曹新成這東西呢 不是只有他一票的問題 是 他會有外溢效果 他會影響到的 你看越來越多台派 或是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要去選舉的議員們 紛紛都簽這個嘛 社會大眾心中就有一個標準嘛 我朗東剛才講得非常好 對啊 因為簽的人呢 基本上可能會被列為戰犯名單 簽的人呢 以後絕對不可能去中國 那只剩下不簽的人 社會大眾問號是你問不簽 或是呢 原來游走在兩岸的那些人啊 買半啊 紅筒啊 他們不可能會簽嘛 所以就變得是一個 沒有強制力 但是呢 在選民心目中 自然有一把尺啊 是 沒必要補充 對 我說第一個 為什麼柯文哲 那天叫他簽那個不承諾 不投降承諾書 他這樣氣急白壞 第一個 戳到他的痛楚了 因為柯文哲當初騙大家 他是墨綠的 228家屬的遺暑 搞了半天 他現在叫做什麼 叫檳榔 還紅辛巴拉 是不是 所以你叫他哪壺不開 提哪壺 就戳破他虛假的內在 這第一個 自我的那種情緒 自我保護的機制 因為虛假的假面被戳破了嘛 這第一點 第二點呢 蹭聲量 他這樣暴怒 而且聽說他後來非常得意 因為他不甘寂寞 聽說那天他那個 一作秀完以後 聲量爆增 那他這個人是這樣 他來講一句話 修理林隱夢的時候 他跟樓上的攝影機的記者講說 這一趴收視率應該會很好 天啊 我跟你講 這種人你看 對他來講 只要聲量高 只要看的人多 不管好聲量壞聲量 反正他不甘寂寞的 那第三點呢 事實上他是非常的 沒有這個民主法治的精神 議員監督你理所當然 你這麼面世議員什麼意思 尤其他為什麼膽敢對林隱夢這樣 很簡單 第一 他本來就瞧不起女人 第二 林隱夢你什麼東西 現在你還少年 他還叫他小朋友嘛這個意思 然後你是武黨籍的 你可能會選不上 我就狗眼看人丁 就他現實的本色 第四點很重要一點 他在表演給誰看 表演給中國看啊 中國你不要不高興啊 對不對 我絕對不會簽這個書啊 我甚至要污蔑說 這個叫做什麼義和團 對 我這樣子呢 來怎麼樣 才能表達到 我對你們的忠誠嘛 那他現在想什麼 他選2024啊 大家記不記得他曾經夜宴過 中國國企的那些高管們 那為什麼 是裡面有鈔票嗎 這裡後面有老共的這個臉色嗎 所以要這樣來書成嗎 或者說再講不好聽一點 如果有一天他真的看衰台灣的時候 那老共來 欸對不對 學香港那一套 以台人治台 這裡面有沒有最適合的特首候選人呢 因為其實在共產黨的心目當中 我必須要跟大家講 共產黨其實是非常看好柯文哲 為什麼 柯文哲有年輕票啊 老的會走啊 年輕的會長大呀 將來要當家啊 所以需要柯文哲這樣子的人 那所以他如果在這邊 在台灣變成了跟老共這個非常的麻吉 可是用一種就是說 我就只有我可以跟中國共產黨對話那種姿態 是不是可以迷惑掉一些的人 因此他這是重重疊疊加下來的 所以他會有這樣的說法 那這就是為什麼我最後要說 曹新城先生講 簽了不投降承諾書那麼重要 他不是只是一個儀式 他就是一個檢驗 那個檢驗就是說 你如果你不敢簽了 那表示說 說真的你心中有懼怕 對不對 你敢簽了 我光明正大 大家看到就是說 所以當中國法台變成年底的選戰組合的時候 會有什麼影響呢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家庭 等選擇 可能 és 解脱的選擇 隔離 親 下次